熊揪揪 气昂昂 跨国压路江 保和平 为祖国 就是保家乡 我们听到的这首筷制人口的歌曲叫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创作于1950年 此作者叫马福瑶 1950年7月 马福瑶所在的炮兵医师 突然接到命令 部队立即开府丹东进行临战集结准备 10月8日 毛主席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 发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 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 复朝作战 马福瑶当时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第一师 第26团五连的指导员 随部队一同开府压路江边 整装待命 那天晚上呀 在昏暗的煤油灯下 马福瑶在写着战前发言稿 一想到战士们高涨的战斗情绪 有的写血书要求参战 一想到战士们喊出的 横渡压路江 这响亮的誓言 他心中热血沸腾啊 提笔就写下 熊揪揪 气昂昂 横渡压路江 这振奋人心的词句 很快 这首词句就引起了一位战地记者的注意 这位记者叫陈伯坚 1950年10月26日的人民日报 刊登了陈伯坚撰学的战地通讯 即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几位战士的谈话 这篇通讯就以马浮瑶的诗作为开头 并将其中横渡压路江改为跨过压路江 同一天下午在北京 有一场文艺会议正在召开 音乐家周薇志在翻阅着当天的人民日报 读到这篇通讯时 他立刻就被诗中的豪迈气概所吸引 口中轻声地哼唱着 不到十分钟就谱成了一首曲子 那我们看到 指导员出征前昂扬的斗志 战地记者准确及时的报道 再加上音乐家难以抑制的创作激情 一首经典战歌就此诞生 当年唱着这首歌 爱国青年们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 志愿军战士在战场上英勇作战 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胜利 全国人民团结一心 支援支援军 如今七十年过去了 抗美援朝的精神依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 那么当年为什么要出兵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的决定是怎样做出的 抗美援朝的胜利对中国的意义又是什么 今天就让我们听着这首慷慨激扬的战歌 一同走进当年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中 1949年10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就在全国人民欢庆新中国建设新社会之际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两天之后 也就是6月27日 美国入侵朝鲜 干涉朝鲜内政 就在这同一天 美国第七舰队入侵我国 台湾海峡 台湾海峡与朝鲜局势本是毫不相干的 但美国却借口朝鲜战争插手中国事务 很明显呀 针对中国 美国是蓄谋已久 7月7日 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 美国操控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 成立联合国军司令部 7月10日 麦克阿瑟被正式任命为联合国军总司令 这位不可一世的五行上将 自打踏上朝鲜的一刻起 他的眼光就从来没有停留在三八线上 9月15日 是朝鲜战争的一个重要节点 在麦克阿瑟的指挥下 美军在仁川登陆 朝鲜战局发生巨变 美军飞机以物诈之名 频频把炸弹偷到中国一侧 破坏我国东北的机场和工业基础设施 10月1日 我们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 烟花在天安门上空绚丽绽绽放 就在这一天 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 10月7日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悍然越过三八线 大举北进直闭亚禄江 此时 毛主席心里很清楚 局势对中国来说 已经十万火急了 因为战火烧到了家门口 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朴献勇 紧急召见中国驻朝鲜大使 倪智亮 直接向中国政府提出出兵援助的请求 金日成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信中写道 敬爱的毛泽东统治 我们不得不请求您 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 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 期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那为什么在金日成的信中专门提到 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 期盼援助呢 三八线是朝鲜半岛北纬38度附近的一条军事分界线 朝鲜半岛西北与我国紧密相连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跨过三八线 这意味着我国随时面临着被卷入战争的威胁 因此讨论是否出兵打还是不打 毛主席心里有个底 这个底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是不是跨过了三八线 其实啊 早在1950年7月13日 在毛泽东的批示下 中央军委就做出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 随后共25万人组成东北边防军 虽然说我们对元朝问题早有考虑和准备 但领导人并不希望出现必须出兵入朝的形势 为什么呢 一是因为新中国当时仍面临着严重的国内形势和种种困难 当时中国革命胜利刚刚一年 长期战争的创伤尚未一致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 还没有全面展开 台湾西藏还没有解放等等等等 面对这些困难就给我们党提出一个问题 我们能不能直接出兵参战 能不能打赢这场仗 那么第二个原因呢 是战争双方的经济力量和军事技术装备相比 强弱悬殊太大了 这一次我们面对的对手 是有175年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 世界上工业最发达 武器最精良的美国 那我们呢 是一个刚刚成立一年的新生国家呀 百废戴心 经济落后 我们看到 美国在战争中先后出动了其陆军的三分之一 空军的五分之一 和近半叔的海军作为清朝战争的主力 并且纠集了15个国家的军队 投入战争 美国在战场上使用了出原子弹以外 所有的现代化武器 包括那些惨绝人性的毒气细菌等武器 那我们呢 我军的装备是相当落后的呀 基本上是战争年代缴获的那些陈旧杂事武器 可以说我军是以一军抵三军 即以陆军对付敌人的海陆空三军 以平面战争对付敌人的立体化战争 我们看到呀 当时中美两国的国力悬殊 那么因此 要使这样一个新生的人民共和国 再次面临血与火的考验 同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一决雌雄 想一想 下这个决心 是需要多大的气魄和胆略 中国出兵会不会导致美国同我们直接对峙 万一美国轰炸中国的重工业基地 东北和内地大城市怎么办 这些都是需要十分慎重考虑的问题 因为稍有疏忽 造成的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这是毛泽东在一生中 最难做出的决策之一 这些是毛泽东